朋友的姐姐 好像看上我 事情是这样 今天和好兄立约 等你多久了 现在才来 路上走车 他居然带了个小女 不是 这怎么回事 大家都说我远离女人的 你怎么被我偷偷谈的那样 什么意思 我听你脚面啥呀 还谈那个 你真该死啊 涂涂 你这比杀戮还难受 你好不了一点 李涂涂 对象呀 我姐 他说这是他姐 是吗 不像吗 基因跨度有点大 不是很像啊 哎呦 我表姐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总觉得 她姐一直在注意我 而且还不是一次 吃完饭 我们正要回去 哎 我手机没了 她说她手机没了 就哪了 不知道啊 那你去找找呀 就想让私人家 她让她弟弟去找找 我给你绝对 去车上看看 她让陪她去车上看看 你手机不在车里吧 没找着吧 我和她都挺尴尬的 该不会是被人拿走了 但我寄期望于她 在那里的时候 她手机在她都里响 原来她手机根本没丢 弟 找到了找到了 好知道知道知道 我和她都挺尴尬 我就想 周恩贵找着了 那我们就回去吧 他却拦住了我 你会开车吗 会啊 那要不我们出于偷偷气吧 这里有点太闷了 你弟还在外面呢 不用管她 那哪行啊 他我兄弟啊 这是谁的20年掉地上了 可能是我的吧 我寻思带兄弟姐 不过去偷偷气也没什么 她就叫住了我 怎么了 你有女朋友吗 一觉醒来 发现在陌生语言的房间里 事情是这样 你不记得你干什么了 哎呦 坏了坏了坏了 要迟到了 不是你谁啊 你怎么在我家 这是我家 这什么你 看了一下 好像确实不是我家 不好意思啊 我昨晚喝多了 你不记得你干什么了 不记得 那你跟我来 啊 你记不记得 昨天在这儿说你饿了 要选食碰泡面 啊 我 我不记得 那你这种人 就会这样 那 那 啊 啊 你能记得这个吗 我好像想起来一点的 感谢观看